聂姆佐夫的暗杀事件对于俄罗斯的社会还有政坛 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来为您报道有关的发展 白华你好 你好 宇文你好 是 我知道在星期天的这场抗议游行 您也到了现场去采访 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气氛如何 莫斯科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暗杀事件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现场的气氛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说 许多人对尼面佐夫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 离开这个人世感到非常的惋惜 另一方面呢许多人感到这种方式呢 来这个从这个肉体上消灭这个反对派领袖 感到非常非常的气氛 今天呢今天最新消息是俄罗斯的许多民众 提出来应该把这个尼面佐夫 遇害的这个地点呢 树立一个纪念碑 另外一个许多人提出把这个大桥呢 他遇害这个大桥呢 改名叫做这个尼面佐夫大桥 那么除了莫斯科之外呢 在他九成代工作的这个夏诺夫哥勒德市呢 他当时是这个州长 那么当地的一些民众也提出来 应该给他这个树立纪念碑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许多摩斯科的一些外交使团呢 像美国驻这个俄罗斯大使 欧盟各国家的驻俄罗斯大使呢 他们最近两天呢也前往这个 尼面佐夫遇害的地点呢 举行这个悼念的仪式 是 白话 我们知道从现实面来看 聂姆佐夫的案子其实也象征的 也看到了过去在俄罗斯经常发生这种 类似的政治暗杀事件 但是到后来很多案件都没有办法侦破 那么聂姆佐夫的案子有没有可能 也会成为一个历史悬案呢 目前的调查进展到底如何 目前调查进展相来看 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 那么许多人呢也对这个 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呢 也对这个这次是否能够破案呢 不抱有这个任何的希望 那么今天呢 最新的这个消息就是 跟尼面佐夫在一起通行的 他的女友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摩特安娜 布利斯克 他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的他是唯一的证人 他说的凶手呢 是从这个背后开箱 当时在这现场呢 什么也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凶手 也看不到这个汽车 另外呢 许多俄罗斯的这个安全专家 他们认为呢 这个凶手选择这个地点呢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么一个作案地点 凶手想要杀害这个尼面佐夫呢 本可以选择其他一些地点 更容易作案 所以说呢 他们认为呢 这个凶手 这个他们是非常非常 这个专业的人士 那么普通的这种特种兵呢 是基本干不了这种事情的 好的 白话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知道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明了 他会亲自的来监督 相关的调查工作 我们也请白话 随时从莫斯科 为我们发来最新报道